倒入白飯 肉絲蛋液 再加入醬油調味 大火快炒 黃金色粒粒分明的 肉絲蛋炒飯起鍋 放作仔細 將整鍋炒飯倒入便當盒中 這可不是客人外帶餐點 而是餐廳為了疫情 準備的愛心餐 當然我們餐廳也被影響很多 那我覺得應該會有更多 比我們更需要幫助的人 餐飲業者送出愛心便當 給需要幫助的民眾 勞動部也提出紓困方案 不過沒有勞保 或是不服申請資格的民眾 又該怎麼辦 不過衛福部為了配合疫情 其實有額外匡列 7800萬的極難救助金 像是不服輸困申請資格 或是沒有勞健保的民眾 都可以申請 如果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死亡或是失業 生活陷入困頓 就會合發1到3萬元不等的補助金 而且最快24送食內就可以領取 不過生活陷入困頓 標準是什麼 引發外界好奇 其實就是家庭總收入 處於家庭人口 數字少於基本生活費的1.5倍 據台北市一家四口來說 假如經濟來源就是 爸爸6萬元薪稅 一個人分到1萬5千元 原少於台北市一個月 基本生活費 一個人1萬7千05元的1.5倍 就是符合申請條件 而且這筆救助金 是不用償還的 懷孕的婦女 或者是說有小朋友 日後每一位是5千的家庭 這個就是直接發給民眾的 是不需要償還 紀念救助金要如何申請 衛福部強調 可以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填寫簡便申請表 取消加訪 採書面審查 速核速發方式 合聽後 就會發放1到3萬元的 紀念救助金 九環反彭文之台報導